客工扬言士兵是可消耗品 瓦格纳僵尸军团内幕曝光 普京幕后罕见承认极度困难 两个联手发动二次入侵 不存在的明斯克没有爱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情势 我是宇童 下面开始我们的节目 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入侵战争 马上进入第11个月 它的伤亡人数也将很快就会超过10万人了 要知道 这些人员中的大多数来自俄罗斯训练有数的军队 他们不能简单的用动员起来的预备役人员 或应征入伍者代替 完全建立和发展这些编队需要数年时间的积累 一旦消失就只剩下一些补丁单位了 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如此 莫斯科竟然令人震惊地声称 自己的士兵就是消耗品 而他的雇佣军瓦格纳集团 更是将自己的士兵当成了僵尸在用 野蛮冷酷令人发指 巴赫木特是俄军最新的血腥绞肉机 数百上千名训练部族 装备部族 领导不力的俄罗斯士兵 以及来自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军 被投入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 这是一场残酷的近距离城市战役 乌克兰部队伤亡不小 但是俄罗斯一方的伤亡只能用巨大来形容了 它为什么这么高呢 除了激烈的战斗本身 俄军的用兵措施是最大的问题 12月19日 英国国防部在其美日情报更新中 曝光了俄罗斯军事代理集团 瓦格纳的僵尸炮灰战术 该部门说 瓦格纳继续在顿涅茨克州 巴赫木特镇周围的消耗战中 发挥重要作用 最近几个月 他制定了进攻策略 利用他招募的训练极差的大量囚犯兵 瓦格纳是怎么操控 这些士兵进攻的呢 英国国防部揭秘说 瓦格纳可能会给几个战士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显示他们被指定的前进轴线 和叠加在商业卫星图像上的攻击目标 军衔在排级和以上级别的 瓦格纳指挥官会留在掩体中 通过无线电下达命令 并通过小型无人机的视频反馈 获得冲上前方的士兵们的信息 被命令沿着预先计划的路线冲锋的个人或编队 通常有火力支援 但是很少有装甲车掩护行动 未经授权偏离攻击路线的瓦格纳士兵 很可能会遭到立即处决 说白了 这些必须按照极定进攻路线前冲的瓦格纳士兵 就是没有任何掩护 只能是用人肉堵枪眼的僵尸 可这些僵尸却是有着清醒意识的人 英国国防部写道 这些残酷的策略 指在保护瓦格纳的稀有资产 及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和装甲车 他们以牺牲更容易获得的罪犯新兵为代价 该组织将他们评估为消耗品 有评论问 一段时间后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肯定要没电了吧 下面有人回答说 那你得敢于假设 士兵能比几小时的电池活得更长 这种情况对俄罗斯军队的士兵 是否能好一些呢 担任了30年军事情报官的 美国退役陆军上校斯威特 以及美国经济及历史学家托特撰文披露 在莫斯科看来 作为一种固定的武装力量 大规模屠杀是有道理的 因此士兵是可以消耗的 但是俄罗斯母亲们的看法 与克里姆林宫截然不同 两位评论家说 普京知道 并且现在已经尝试与他们接触 这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入侵12天后 当时普京被指控 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 将他们的儿子当炮灰用 最近一次 普京试图在精心策划的活动中 再次接触他们 但是因亲手挑选了一群 与母亲和妻子委员会无关的女性 他受到批评 那些女性不会公开批评普京 和他的部分动员令 斯威特和托特质问 要死去多少俄罗斯士兵 对莫斯科才算太多了呢 最近有消息声称 年底了 普京有关于国防的重大声明要宣布 但是周二 12月20日 普京罕见地承认 莫斯科在被他扬言吞并的乌克兰领土上的局势 极其困难 而这些领土被非法并入俄罗斯联邦 也就不到三个月 不清楚这是不是就是普京所要宣布的国防声明 但至少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 确实极其可危 甚至连最表面的遮掩都做不到了 普京都说了什么呢 在很大程度上 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官员 向俄罗斯人民隐瞒了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 在向俄罗斯安全部门部队专门发表的一段假期视频信息中 普京为数不多的在幕后揭开了莫斯科的真实处境 尽管条件艰苦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说 居住在那里的人民 俄罗斯公民 依靠你们 依靠你们的保护 普京声称 就我们而言 我们将继续用现代化的装备和武器 以及经验丰富的人员来加强新部队 他还要求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牵头在乌克兰领土上 打击恐怖主义 他将这描述为主要优先事项之一 普京声称 公民大量居住的地方 战略设施 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 应该在不间断的控制之下 这个说法似乎和吞并乌克兰领土时的声明 自相矛盾 9月 尽管西方领导人一致谴责莫斯科的行径非法和野蛮 然而 俄罗斯当局在乌克兰的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一口气举行了四次假公投 结果据称 压倒性多数的当地乌克兰居民热烈支持这四个乌克兰领土加入俄罗斯联邦 但事实却是 俄罗斯从未完全控制他声明吞并的四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 11月 俄罗斯军队被迫从赫尔松市失败撤退 那里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占领的唯一地区首府 除了对邻国的侵略 对国内 普京也要求FSB加强对俄罗斯边境和国内的监视 说是要打击来自国外和国内叛徒的新威胁 这可谓内忧外患 草木皆兵 普京公开承认局势不妙 可能和他最近受到的冷遇有关系 周一 12月19日 普京抵达白俄罗斯与卢卡申科见面 自2月24日 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 两人曾多次面对面会晤 不过 这是自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 普京首次前往白俄罗斯 以前都是卢卡申科到莫斯科见他 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无论如何 普京放低身段的举动 似乎没起什么作用 执政近30年的卢卡申科 是普京最亲密的盟友 在入侵前 他容许俄军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集结 这提供了更短的距离 让俄军能够快速到达基辅 乌克兰部队指挥官 纳耶夫表示 他相信普京与白俄总统的会晤 将解决对乌克兰的进一步侵略 以及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更广泛的参与针对乌克兰的行动的问题 我们认为尤其是在地面上的攻击 但是周一出席会议的记者 都没有向普京或卢卡申科询问有关战争的问题 两人都将他们的回答 限制在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和防御结盟 以及周日的世界杯决赛上了 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罗根认为 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新的多线进攻的担忧是合理的 但却被夸大了 而两俄联手发动新的入侵攻势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他说 如今俄罗斯的战场困难 比他们第一次尝试这种入侵时还要糟糕 俄罗斯军队领导不善 普遍训练极差 装备简陋 武器不足 士气严重低落 这些都是派马戏团上前线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肯定 俄罗斯缺乏进行多线进攻 以确保占领乌克兰大片新地区或是基辅的手段 但罗根也认为 白俄罗斯战线值得关注 普京周一的明斯克之行值得仔细研究 普京肯定是要求卢卡申科加入对乌克兰的战争了 但到目前为止 卢卡申科的支持仅限于弹药和装备 照顾受伤的俄罗斯士兵 以及允许俄罗斯借用白俄罗斯领土进行空中和导弹行动 但是对于参战 不好意思 我拒绝 罗根说 即便是个怪人 但卢卡申科不傻 他知道这场战争在白俄罗斯是不得人心的 白俄罗斯的军队规模也比较小 如果白俄罗斯军队参战并遭受重大损失 卢卡申科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动荡民众的手段 这相当于自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让普京匆忙出访明斯克 这也是为什么白俄罗斯不可能联手入侵的重要原因 普京形容周一的会议非常富有成效 卢卡申科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 但是就在周五12月16日 对普京提出的更大联盟国家议程 要求白俄罗斯成为正式重属附庸的建议 卢卡申科提出了尖锐的谴责 他说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 但如果俄罗斯联邦领导人 希望与主权独立的白俄罗斯建立关系 如果俄罗斯将我们视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准备建立这种关系 我们必须始终从我们是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这一事实出发 显然 这不是被普京吓倒的领导人的话 而普京出访更多的是要安抚被惹毛了的小弟 这个时候 说咱们从头再来一起打仗吧 可能吗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情事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赞转发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